一觉醒了又六点钟了 起来赶紧把这个衣服洗掉 一天时间过得这么快 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昨天还剩了半锅饭 我给我弟留了一碗菜 他昨天没回来吃 今天晚上就炒饭吃了 我尝一下这个菜 换个面子 因为这种天气有点热 就会更香 没坏 喝饭一起炒 吃饭 放点青菜 又放进去 我们不要烫完 我记得一天我再吃饭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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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吃了,不跟我比辣 再给点饭了,吃完以后再给点热就上班了 看起来不错 像蓬蓬的 嗯 嗯 昨天晚上我带了这么一盒饭,我还用时间压了一下 昨天晚上吃叶香嘛 结果晚上吃的太饱了,早上都不懂我饿,所以是我早上早餐也没吃 这是今天的对准饭 今天我看到有好多朋友,一直在说,我要太阳,出来打工是找素材的啊 这个月在家里拍视频了,有一万多块钱了,突然打工就是为了找,找素材拍视频 这样拍视频,一个月真的有一万多吗,你相信吗 我跟你说,刚开始的时候有,刚开始,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嗯 嗯,我不是一八年,一九年,我是一九年开始做的,那不是有的,那是甚至有的是,一个月都两三万 那现在没有啊 现在大家也知道啊,拍视频的人那么多,而且像咱们这种 所以没有一盘队啊 又没有剧情 尤其就是一些真实的生活日常啊 因为 真正喜欢看的人 没多少啊 所以说 所以说 如果 为了拍视频 找素材啊,没必要跑这么远 我敢说现在 拍视频 一个月收入过万的 应该真的没多少 那些大开应该有 那些大开应该有 但是相 相对来说 比 之前 人家这个收盈相较了很多很多 我现在这媒体的收莽 不像 大家想的那么高 应该好多人应该明白的 已经过了那个红地去啊 我现在是顺其自大 每天能挣个生活费也可以啊 不像那么多 又要上班去了 现在是上班摆在第一位啊 拍视频是次要的 因为 像刚才我说的 咱们 有没有团队啊 有没有 剧情啊 所以说 很香啊 靠视频收入的话 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所以说 咱们 现在就是 省省上几个月板 多挣点钱啊